你認為蔡英文跟你的區隔是什麼? 跟韓國瑜的區隔是什麼? 不知道 看不出來 我覺得是這樣啦 不用回答假設性的題目 等他們確定了我們再煩惱都還來得及 不要浪費時間 那是你要煩惱 現在是我想要知道 等他們看誰出現再開始煩惱 所以蔡英文他到底是年輕人還是中產階級還是中年人還是社會基層 你覺得都不是 以上皆非 不是啦 不知道 也不知道 不清楚 這樣嚴重 我跟你講 民進黨我在這邊警告你們 這個從柯P的眼裡面 你們蔡英文 市場區隔如此不清楚 你的產品很難上架 市長 我想先請教你 晚報我看到 李遠哲 我們這個 大家公認民進黨的這個大佬 他發起了呼籲蔡總統之所進退 希望他放棄一己之私 一己之私喔 挺賴參選2020 你個人的看法是怎樣 我很興趣我不是民進黨的 你很慶幸你不是民進黨的 那你覺得這樣子 但是你應該另外一方面你也很慶幸他們這麼搞 對不對 因為他越這樣搞 你就撈得到越多的民進黨的票 做收漁翁之力 應該是這樣吧 不是喔 我覺得這實在很亂 沒有什麼 很亂啦 不曉得亂什麼 那個市長我可不可以拜託你一下 接下來你回答的時候可不可以對著麥克風 可以啦 因為你常常自己在那邊自言自語 我都聽不到你說什麼 哇 我已經學到老柯的真傳了 蛤 什麼什麼 你看我又聽不到了 齁 還很傷腦筋耶 這樣子的時間要不要補給我啊 好 繼續問 繼續問 對啊 你要把剛剛那句話講清楚來啊 要不然我怎麼跟你回憶 沒有 我以前也在嘲笑那個老柯 我說你講話人家都聽不清楚 對啊 拜託一下好不好 好 這個民進黨其實說老實話 他們這麼做當然我認為啦 最大的受益者應該是柯文哲尼啦 那不見得 為什麼 他們打完以後就會打完你會心腦筋 什麼啦 我耳朵有問題還是 他是怎麼樣的 什麼情形拜託咧 可不可以對著麥克風拜託一下 中美軍有聽到嗎 就聽不到嘛 好不好 你時間要不要給我扣一扣 我扣回來 沒有沒有沒有 時間給我扣回來啦 拜託啦 繼續繼續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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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接下來 拜託 那個靠近麥克風好不好 對對對對對 謝謝 好 來 接下來 這個這兩天喔 這兩天我們看到透過鏡頭啊 高雄市議會跟韓國瑜 那個火爆的場面啊 平良人講 讓我想起四年前 你老兄坐在那個位置上 在那裡動動動動動 那 你個人對這樣子的事情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還有你認為這樣對韓國瑜的票會增加嗎 沒有 這表示我 對著麥克風 沒有 這表示我已經進步了 表示你進步 你的意思說 沒有啦 我覺得我們 我們台北市議會 現在都越來越理性 而且大家討論的題目都非常非常 非常有 比較有針對市政喔 然後 然後真的會打到我們說 這個我們哪個地方做錯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你們講的我們回去真的都有類館 很認真在執行 是喔 包括 減 減蘇培的 那是 但是總會有一兩個例外 對不對 一兩個例外 意思說有兩個例外 我大概聽著出來弦外之音 所以 意思就是說 百分之九十八 都是理性 大家都可以溝通 針對市政問題 提出來 然後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台北市會更好 那是這樣 你心裡面真的很誠心的是這麼認為嗎 真的啊 你們現在 我想你們議員都知道 我們現在真的你們議員講的 我們都回去真的很認真的類館 然後就 我們都檢討說 這真的人家講的是不是我們要改的 然後一個一個真的一個一個在改 是嗎 你不是在你的 市長的那個旁邊那個辦公室畫一個飛鏢 沒有啦 然後 其中某幾個人 都是你們練飛鏢的 不會不會不會 不是喔 我有掛那個金鋼筋的那個 然後 在你的筆記本裡面打圈圈叉叉 也不會 不會 好來 接下來 下一個 來我們powerpoint 對著麥克風 請問一下 柯文哲 柯市長 我記得你曾經 引用道德經 這個 生而不有 為而不是 公而不拘 好 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說 不必凡事一定要我 但是我不能不做準備 那我這樣請教了 現在 大家也都在問 柯市長 你到底要不要選總統 你的回答千變疑慮 都是沒有答案 從六月五月 從四月六月一直到現在 登記那一刻才算是 好 那我請問你 你對於被胎的市長 你有沒有準備 一直在想 有沒有思考 有啦 我一直在想 好 你有想過 請問一下 你覺得說以上這些點 你覺得哪一個priority 應該是最先的 我跟妳講 最重要的條件是選得上 什麼 選得上 選得上 選得上也要有條件啊 不一定 我跟妳講 選得上比較重要 所以你的意思說 小丑 只要他選得上 也是你的選項 不是啦 選得上是條件 很重要 大概是最重要的條件 應該在選得上的人 當中來思考 說用什麼樣的人 好 那請問一下 在你思考的過程裡面 你覺得哪一個是選得上的 或者是哪一類的人 你覺得比較可能選得上 不是啦 EQ還是人 EQ平德啦 體力 這個大概 沒有這些都是條件 但是最重要是要選得上 我已經想過很久了 好 所以 放眼望去 你覺得你的團隊裡面 有誰 是可以選得上 那我看來看去好像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看得出來 貝衛的 你們大家都不要想 好不好 在這邊勸你們 好不好 不要每天 跑到市長室 在那沒有事 好 在那晃來晃去的 選我選我 都沒有你們的份了啦 好 所以放眼望去都沒有 我照你這樣說起來 你是夠 你也要有負責任的 萬一你真的去選總統 你要對我們台北市的市民要交代啊 要有一個責任的 要有負責任的交代啊 對不對 你脫孤也好 幹嘛也好 你也要把這樣的人選找出來啊 所以在你心目中目前 最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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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太不負責任了 你如果到時候登記的時候 你真的去登記 我可以告訴你 柯市長 我可以告訴你 那你真的是很不負責任 對 我知道 所以我就是不敢想 就是這樣 所以這也是你不敢想的 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嗎 對 是一個障礙 對 對 好 唉 所以你每天周旋在選與不選 不選與選 徘徊 周旋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但是你不動如山的時候 別人偏偏都把你放在民調裡面 干你個什麼事啊 好不好 好來 下一個 我先請教一個問題 你覺得賴跟蔡哪一個出現的可能性比較高 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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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個月以前 當然是賴贏 那如果半個月以後 很難預測 很難預測 所以 我們 民進黨 那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的產出 完全 Depends on T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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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Timing實在是太重要了 沒有也要把它拔到有 好 量身定做 所以呢 好 那我這樣三腳都這樣應該是比較接近事實 來 請教一下 這個 這個 就我們的目前了解 市長 你這邊呢 青年的族群 中產精英的族群 那你基本上呢 是打網軍的 所以呢 我認為你是空軍 比較強 那 韓國瑜呢 是中年族群 社會基層 他的陸軍比較強 傳統的這種動員什麼的 那你認為我們的蔡英文 我先講啦 他的答案應該是連勤比較厲害 因為他是執政黨 對不對 哇他可以動員所有的資源 其實你的連勤也很強啦 憑良心講 喔 拜託耶 你們這些市府的官員 你自己去看下鄉的 什麼 教育局局長 產發局局長 還有官傳局局長 還有我們民政局局長 假裝現在在打電話 我告訴你 跑不掉的啦 這都尾在後面呢 沒有沒有 下鄉他們都沒去 好來 他們都沒去 見鬼了 我的照片都看到好幾張 有嗎 來 有沒有等一下給你看 你認為蔡英文跟你的區隔是什麼 跟韓國瑜的區隔是什麼 不知道 看不出來 我就是這樣啦 不用回答假設性的題目 等他們確定了我們再煩惱 都還來得及 不要浪費時間 那是你要煩惱 現在是我想要知道啊 等他們等他們看誰出現在開始 所以蔡英文 他到底是年輕人 還是中產階級還是中年人 還是社會基層 你覺得都不是 以上皆非 不知道 也不知道 不清楚 這樣很嚴重 我跟你說 民進黨我在這邊 警告你們 這個從柯P的眼裡面 你們蔡英文 市場區隔如此不清楚 你的產品很難上下 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